1月6日,中国乒乓球国家队的樊振东、陈梦等主力球员已经全部到北京集训中心开始训练了 目标是2022年的第一项比赛 1月19日至23日开打的中国澳门WTT赛 王曼玉迟到了两天,也已经归队 孙颖莎的主管教练还未公布 陈梦在最新的视频中颜值较好 晒出球迷给他游记写的两大箱子书信、礼物 笑道 1.谢谢你们的支持啊 我足足拆了三个小时才看完,很感动 2.很多人祝福我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获得女单、女双两枚金牌 3.很多人喊我快速从2021年下半年的低谷中走出来 2022年依旧相信我 陈梦真的对粉丝很好的 粉丝游记到北京国家队、青岛市家里的礼物和书信 也真的真爱啊 球迷纷纷笑道 都说谁谁是中国女拼的颜值担当 其实陈梦才是颜值担当的哈 陈梦是黄小明的表妹 颜值很高的 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 结果依旧靠金牌 陈梦很棒 陈梦最可惜是2021年世锦赛女单冠军被王曼玉截胡了 希望她能快速振作起来 2023年的世锦赛女单冠军拿到之后 陈梦依旧是现在女拼的唯一大满贯种子选手 小编认为 1月6日 陈梦出镜真的很美 她是白富美帝代表 很接地气 说到第一美女 肯定是陈梦 预测 2022年 陈梦会再次大爆发 三次4比0打败日本的伊藤美城 丽娅孙颖莎 王曼玉 捍卫中国女拼一姐地位 大家说是不是这个意思呢